宝宝护理 一岁以前宝宝的营养补充 宝宝成长阶段的营养状况影响着宝宝体格和智力的发育 这是不可逆也是不可弥补的 所以宝宝一岁以前要额外补充哪些营养呢 1.维生素D 血液中的钙没有办法直接被身体利用 需要维D搬运到骨骼中 宝宝出生后15日到2岁以前要持续补充维D 也可以补充维生素D3 效果比维D要好 因为维D进入人体后需要肝脏转化才能变成D3 一岁以下的宝宝每天总共补充400IU 也就是10微克 注意是总共 配方奶DHA鱼干油中也可能含有维D 计算补充剂剂量时记得把这些减去 2.铁 宝宝4到6个月时 母乳中的铁已经不能满足宝宝的生长需求了 所以需要额外补铁 刚添加腐蚀的宝宝建议添加含铁配方米粉 然后逐步添加其他含铁的腐蚀 肝脏、牛肉、猪瘦肉等是最佳选择 植物性食物中大豆、黑木耳、海带都不错 新鲜绿叶蔬菜也含有丰富的铁 很多果蔬中含有的维生素C可以促进铁的吸收 荤素搭配可以让补铁达到更好的效果 3.DHA DHA俗称脑黄金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从妈妈怀孕的时候就开始通过食补补充 宝宝添加腐食后 注意添加富含DHA的食物如鱼、海蝉品等 宝宝每天DHA的需求量是100毫克 可每周吃鱼、虾两到三次 食用油多样化 可增加亚麻籽油和紫酥籽油 如果宝宝吃不到量 应该考虑吃些补充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